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教学法第五章 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 在课堂教学当中呢 我们已经学过了它的基本原则 基本要素 那么在课堂上呢 我们要提前有所准备 那么还要写一些教案 然后呢进行相关的组织教学 还有文化的导入 以及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 这就是本章的基本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课堂教学的准备 在课堂教学当中呢 课堂教学之前 我们来进行准备 那么要准备哪一些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就是对学习者的准备 第二类呢就是对学习材料的准备 第一类学习者 首先呢我们要学 要进行了解的就是学习者 他之前都学过哪些东西 学过的知识进行了解 那么也要理解 也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学习者的理解能力 还有接受能力 就是我们的学生呢 水平怎么样 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对材料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教的东西 它的地位和价值如何 然后呢要对材料进行分解 最后呢就是如何提高教材的可懂度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对学习者先前学习过知识的了解呢 首先要了解哪些 第一个就是一般的文化程度和文化常识 第二个呢就是对目的与语言基础的知识的了解 因为有一些学生呢 他是零基础的 但有一些呢是有基础的 所以我们要从语音呢 文字词语 还有语法等方面呢来进行摸底 第三个就是目的与听说读写 四种技能的掌握程度 因为有一些同学呢 他听说很好 但是读写很差 所以呢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课型 比如说我们是听说课呀 还是读写课呀 我们来选择起点 学生听说很好 那么我们的听说课起点就可以高一点 如果说写作能力很强很差 那么我们的起点呢 就可以稍微低一点啊 这是对学生了解 对学生的了解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他理解能力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学生学习的能力啊 概括能力 推理能力 还有同化先知的能力 第一个概括 是如何能 他是能够怎 他是如何能够阅读课文的啊 能够理解本文的大意是什么 那么要看学生是场一存类的学生呢 还是场独立的学生 场独立的学生呢 他的概括能力就强一些 场一存的学生呢 就可能需要老师来帮助概括 学生的推理能力 阅读能力啊 包括阅读能力啊 听力能力啊 还有说话能力 就是他的推理 能不能够从一点 一个知识点 跳到另外一个知识点啊 那么沉思型的学生 他推理能力就比较好 但冲动型的学生呢 他的推理能力相对较差 学习者童话心智的能力 就是接受新的知识啊 什么叫童话心智呢 我们在这里看 它是有一个顺应的过程 顺应的过程就是 你脑子里面原本有这样的结构 那么现在呢 我想要把新的知识给你 我可能需要将你脑子里面的结构 进行调整 看这里 要调整 慢慢的来适应我们新的知识 这种过程呢 可能是痛苦的 但是这也是学习新知识的 一个必要的过程 好 对学习材料的地位和价值的分析 学习材料呢 因为有一些材料是很重要的 那么它的地位就很高 价值也很高 比如说它是后续知识的基础 比如说我们的拼音 如果没有学拼音的话 你现在可以阅读这么多汉字吗 是不能的 所以呢 拼音的地位和价值就相对较高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了 最后看 对学习材料的分解 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结构 第二重点 第三难点 首先从结构 从结构开始对学习材料进行分解 首先是生词在课文当中出现的情况和浮现率 要看生词 看什么呢 看语言点 然后呢 看注释 其实呢 对学习材料分解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老师 上课之前 你要知道你这本书 你这门课 你这堂课 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有多少生词 有多少语言点 有多少注释 那么课文的历史解释的好不好呀 还有练习情况怎么样啊 从这几方面来看我们的材料 重点 从重点角度来看材料 就是看我们的语言点 对吧 还有呢 新词 很难的词 或者说不容易辨析的词 这些都是我们的重点 还有一些比较表达功能的常用的句子或句式 当然了还有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内容 这些都是学习材料的重点 难点呢 则是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会影响他学习的东西 就叫难点 比如说一些文化知识啊 一些很长的复杂的疑难句子啊 还有一些和母语很相 很相似的容易受母语干扰的部分 这些都是我们教学当中的难点啊 还有学生容易出错的 还有汉语特有的这些部分 好 那么我们分析完重点难点和结构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提高教材的可懂度 什么叫教材可懂度 我们都知道像比如说我们的教学法教材 可能就很难 那么学生就很难理解 那么如何提高我们的教材可懂度呢 第一种分段和归纳 老师通过分段通过归纳 让学生能够更加清楚 更加明白我们整篇课文的结构 还有呢就是难词难句的解释 语法规则的相关举例 还有问题的设计 当然了还有一些练习的设计 还有补充 补充一些题目 让学生呢能够更好的来理解我们的教材的内容 最后呢 就可以画图啊 利用图表啊 图示啊 或者是设计一些情景啊 都可以 帮助学生理解教材 提高教材可懂度 好了 那么我们了解完 学生了解完教材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撰写教案 撰写教案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作为老师 我们每个同学呢 都应该去学会撰写教案 那么从教案 我们要来看 教案呢 有哪些构成的要素呢 就是在你写教案的时候 你都要写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写出课文的教学目的 还有要求 那这个时候呢 一定是分课时的啊 还有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以及本课运用了哪些教学方法 比如说视听法 听说法 对不对 我们讲了很多教学方法 语法翻译法呀 自觉对比法呀 任务性教学法 这些都可以写出来 还有课时 我们一般呢 是两课时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就是 好 我想告诉大家 教案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教学过程 前面你可以写1000字 但教学过程 你可能要写2000字 所以说你要知道 你的教案的重点在哪里 不要前面写的很多 后面写很少 这样就不对了 好 教学方法有这些哈 大家会去看 那么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因材施教 通过不同的课型 不同的学生 不同的教材 我们来选择 不同的教学方法 好 教案的撰写 也就是第五点 我们的教学过程 在教学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有哪些呢 因为我们已经学过第四章了 第三章了啊 课堂教学的基本 一般过程 所以呢 这里复习导入 讲解 巩制 巩固和布置作业呢 我们就已经非常的明白 那么 写交换的时候呢 你也要一步一步的 把这些清清楚楚的写出来 你是如何进行复习的 如何进行导入的 以及如何讲解新课的 讲解新课呢 可能有以下几个步骤 可能朗读 解释词语 学习课文 对吧 然后呢 语法典的讲解 操练和小节 最后呢 可能 可能有一些文化内容的讲解 最后呢 巩固 巩固呢 一定是练习 复述 小节 最后呢 是布置作业 其实最重要的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语法典的讲授 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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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操练环节啊 同学们的操练环节 一定要找好 好 那么在写教案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呢 来看教学目的 要求的专写 一定是要明确具体的 不可以说通过本课学习 学生的汉语水平 得到了很大提高 这样的教学目的是没有意义的 你一定要说 通过本课的学习 我的学生可以学会 买菜 或者说买东西的相关表达 要明确 要具体 好 五大环节的教学安排 首先复习 导入讲解 巩固和布置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啊 一定要清楚的 把每个环节的 具体的过程 写得清楚一点 好 步骤的组织 教学步骤呢 我们有很多 像朗读啊 这些分段啊 提问回答呀 还有一些文化 并不是说 在每一个教学环节当中呢 你都要有以下几个教学步骤 通过不同的环节 你来选择一些步骤 明白吗 你来自己来选择 好 那么还要注意哪些呢 例句 例句呢 其实教过汉语的老师都知道 像我们同学上课的时候呢 老师说来造句子 那么有的时候老师没有做好准备 造句子呢 其实就是老师 现场在这里造句子 其实呢 这样造句子呢 效果不是很好 不能说因为 不是说不好 因为可能你会出错 或者说你临时想不起来句子了 所以呢 其实例句的编语 也是你备课写交案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 你自己想好有哪些句子 通过这些句子 我的学生可以练习到哪一些声词 可以学习哪一些声词 或者说可以习得哪一些词语和表达啊 第二 问题的设计和造句一样 和例句一样 为什么要提前设计我们的问题呢 因为你提前设计了 你就可以将你的整个课程的环节安排好 问题的设计呢 也比较的有逻辑啊 而且呢 是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由简单变难 文化内容的确定 因为文化嘛 中国文化那么多 那么一堂课呢 如果老师讲文化的话 可能很多很多 讲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也讲不完 那么文化内容的确定呢 不仅仅是内容 而且还有时间量 难以程度都要确定好 最后呢 是布置的作业 还有就是我们要写执教记录 为了让我们下一次的授课呢 更加的科学 更加的进步 这都是你要写的 好 教案的修改和变更 什么意思呢 呃 当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吧 你虽然是拿着教案来的 但是呢 你并不一定可能 按照教案的每一个程序 已经讲下来 可能你的教案写完了之后 但是你发现你的学生很笨 或者说你的学生太聪明了 啊 那么你怎么办 你就要改变你的教学目的 啊 改变你的重难点 改变你的教学方法 以及教学步骤 所以呢 这些都是要 根据你上课的时候的 一些现象 一些情况进行 呃 一些改变 所以呢 并不是一切都可以按照教案来的 啊 是这个意思 组织教学 很多人说老师组织教学 是不是课堂教学步骤 啊 里面的那个组织教学 不是 我们今天讲的组织教学是指 凡是你在课堂当中 老师进行的活动 我们都叫做组织教学 啊 是指你看 是指老师在上课过程当中 一系列的教学活动 这些都算组织教学 好 那么在教学过程当中呢 呃 教学内容的导入啊 展开啊 转换和结束 首先 我们来看导入 导入呢 有文化导入 图片导入 还有就知导入 教具 情景和随机 导入有一下几种方法 我们可以提问呢 可以让学生来回忆呀 可以复述上节课的内容 也可以讲述一个小故事 也可以进行对比的方法 然后呢 也可以一些小游戏 练习 都可以进行导入 那么展开和转换 展开呢 就是叫我们的课文呢 进行展开 讲解里面的具体内容 段落句群句子和词语 合并呢 就是讲了两段之后呢 来归纳段落大义 好 转换呢 是指什么 甚至两堂课之间进行转换 你可以重新进行导入 也可以非常自然的过渡 就像老师说的一样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 课堂教学的过程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 这种叫自然过渡 好 教学内容的展开和转换呢 也要看是什么材料 有的是理解类 有记忆类 也有应用类的材料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要结束嘛 因为讲完一节课了 我们要结束我们的内容 那么结束呢 可以是小节 我们来做个总结吧 也可以复述 复述就让学生来说一下 今天我们都学了哪些内容 思考 思考一些问题 朗读 归纳 还有些讨论 提问和改错 因为在课堂上呢 提问是必不可免的 提问呢 有很多性问题 提示性问题呀 复述性问题呀 还有波损性问题 以及归纳性问题 分别来看 提示性问题呢 就是老师先给你问题 然后你带着问题去进行阅读 复述性问题呢 就是你先读 阅读之后再回忆 波损性问题 就是边读边思考 来了解整篇的这种脉络发展 归纳性问题呢 就是先读 然后再进行思考 来了解它背后的价值观念 文化的含义 改错 好 改错呢 也是老师上课的时候 经常进行的一个活动 因为老师改错 也算组织教学的一部分 那么大的错误怎么办呢 那是一定要改的 小的错误呢 我们老师可以进行适当的提醒 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改 也可以让学生 其他学生帮助来改正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鼓励学习者 去大胆的表达 好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文化导入 和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因为呢 我们知道文化呢 和我们的语言呢 是不可分开的 文化呢 是语言的载体 所以文化导入 和我们的语言教学 是非常的关系密切的 所以文化可以从哪几方面进行导入呢 一定要注意 你讲文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它要与你的内容相关 而且呢 你要知道是文化更重要 还是我们知识更重要 文化导入呢 也应该是随机的 不能说是 不能是有机的 不是外加的 就是你要和你的本文相关 而且是有用的 内容呢 要丰富一点 学生呢 要喜欢 而且要分散进行 你不可以说 这个月我们都来讲文化 这样的话 学生会很累 很累 好 方法呢 有很多 像录像啊 图片啊 参观啊 这些都可以 好 跨文化意识的内容 跨文化呢 两个国家之间文化不同 那么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习惯呢 或者说一些语言上表达 也会有些不同 所以呢 一般我们都来讲什么呢 可以讲一些问候啊 打听啊 你好 怎么哪儿怎么走 是吧 答谢 请客 借口 拒绝 批评 这些都是我们该可以讲什么 那么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可以提高 除了在文化意义上的这种 这种层 这种意义 我们还可以提高阅读能力 和听力水平 好 跨文化意识的漂亮的方法 一定注意的是课堂和课外结合 并不是说 在课堂上啊 我们同学知道啊 要 中国和我们两个国家不同 我们要理解 互相 互相理解 互相怎么样 课堂外呢 就啊 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这不可以 课堂和课外要结合起来 而且知识呢 要和应用相结合 最后就是课堂教学 与课外实践 这两个一定是同等重要的 课堂教学呢 和课外实践 就是在课外我们的语言应用 其实是对课堂教学的一种补充和什么 和巩固 课内呢 我们其实是小环境 那么课外就是大环境 课内是有意学习 课外其实就是无意的习得 对吧 课内呢 可能就是小循环 今天学的生词 明天又复习一遍 但是课外呢 可能是说今天学的东西 一年之后我们才进行 才用得到 或者说今天用到了一年前学到的内容 这叫大循环 小循环和大循环 间接性配合 直接性配合 那么水平迁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课堂上用的 课外直接就能用到 间接性配合呢 就是课堂上学的 课外上可能学的更难一点 或者更简单一点 这叫纵向迁移 好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第五章的内容 希望同学可以通过本节课呢 了解一些更多的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 好了 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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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顺 teil gang舀子 听过来 也请不吝点赞 订阅